好 剛才呢 我們已經趁著這個廣告時間 把一些我們今天做的 這個彩虹石蔬的食材都擺上去了 我們後來又加了一些這個 汆燙好的南瓜 對 然後呢 玉米筍 還有今天有一些彩椒 那其實呢 在做這種石蔬的部分 就是汆燙之後 我們盡量就給它冰鎮一下 是 頭感會更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怎麼樣來調這個料呢 那我們很簡單的一個步驟 就是使用金花小果的一些 茶花紫油 因為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之前有一個經驗就是說 可能吃良性的蔬菜 可能腸胃會比較不容易吸收 或者是有良性體質的人 會比較不容易吸收 沙拉這種食物 那使用金花小果這種茶花紫油呢 它能夠溫和蔬菜裡面的良性 所以又比較容易吸收 是喔 好 其實呢 這個 我們的所謂的茶花紫油 也被認定是東方橄欖油 對 它是一個比較溫和性的油脂 你看它顏色很漂亮 像其實阿坤今天做的這道沙拉 它是屬於重視食材的原味 是 對 它比較沒有加過多的調味料 好 那我們今天說 連蘇打餅乾都進來幫個忙了 是 可以再把它弄得碎一點就可以了 好 那也這樣擺盤上面也變得很豐富 最後我們稍微灑一下鹽 喔 這個是現代最流行的海鹽 哇 這個是直接拿一個鹽塊對不對 對 這樣敲一下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其實食物本身它有它的鮮甜 然後我們再加一些海鹽去提味 對 那再淋上茶有去 它這樣子就是一個食材的層次有沒有 是 南瓜啊 還有那個 是 都不會被覆蓋掉 好 我們來複習一下 今天的這個彩虹食書 我們準備的一些食材 然後帶領的大家再來複習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囉 好 我們準備的東西是 今天有金花小果的炒仔油 還有南瓜 山藥 彩椒 玉米筍 還有鳳梨 生菜 鹽 還有蘇打餅 那觀眾朋友如果希望加一些 水果的口味也可以加一些 番茄等等的蔬菜 喜歡吃什麼就加什麼 喜歡吃什麼就加什麼 對 像我們家的三三 她喜歡吃蘋果 對 因為蘋果的味道是很甜的 對 她每天早上就是跟我講說 你要切一個蘋果讓我帶去學校吃 然後呢 其實她對茶有已經是不排斥了 不排斥了 對 好 今天我們講也來這個重新的認識一下 過去有很多人對她 會有一點點不太能夠適應的 這個苦茶油 其實呢 包括連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食蔬的沙拉的概念 它都能夠很美味 好 不過我們今天說 要來煎一個豬排對不對 是的 因為豬排要煎的時間 要比較久 所以我們就先讓它先下鍋 那其實 潔衣妳自己來 自己也做料理嘛 我自己平常就要做 對 全家人都要吃 妳覺得說其實沙拉油跟苦茶油 或者是一般其他的油品 跟苦茶油最大的差異先在哪裏 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沙拉油是沒有顏色沒有味道 做菜做起來的話是不會怎麼講呢 就是一般媽媽所講的那個沒有味道的油 對 我們家的小朋友才要吃 那有味道的油 其實除了苦茶油以外 我們台灣傳統的麻油 花生油有沒有味道 是 有 有很濃郁的香味對不對 對 其實呢 我在推廣茶油的同時 我慢慢去發現茶油的特性 其實它這個油味道是非常好的 對 我才發現說其實有顏色有味道 是因為我們把它的原始的特性 它的營養成分都保留住 對 好 然後我去讀了很多書我才發現說 我們在用的那個沒有顏色沒有味道的 其實它的製作工藝是用化學提煉的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要吃到鮮美 對 就是新鮮美味 而且要健康天然的 好 剛才我們稍微用這個刀背 把這個豬排稍微拍一下 對 那最主要是要讓它的口感 是讓豬肉裡面的那個筋絲能夠斷裂 那等我們在煎的時候 它最後煮到完成的一個手續 它的口感才不會太過僵硬 對 好 然後我們也 就是在它身上沾了蛋汁 是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下去煎了呢 是 那在這邊 教會觀眾朋友一個小秘訣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小火先把鍋子給加熱 乾鍋稍微加熱一下 對 然後我們再倒入 我們的紅花大果的油 紅花大果 是 其實紅花大果跟什麼金花小果 都是屬於這個茶花籽的 籽油的一個系列 它只是品種不一樣 品種不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品種差異在哪裡 一個我聽說是大顆 一個是小顆嗎 一個是大顆子 一個是小顆子 那兩個擺在一起 它就非常明顯了 是 像大顆子來講的話 就是好比我們一顆像桃籽這個大小 那小顆的話就像珍珠一樣 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它的過程 對 你要不要講一下它的過程是 好 這個一定要講 茶籽的採收過程呢 它採收下來之後 它要經過日曬一個禮拜 那在日曬的過程中 大概第二天跟第三天 它這個外殼就會裂開 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比較細 這一顆大籽的撥開 裡面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後面還有 所以一顆茶籽大概包了 包到十二顆的茶籽 那這個小顆 它只有一顆 這是它自己撥開嗎 是我們人要自己的 它自己的撥開 對 因為你沒有水分了之後 它這個外殼有沒有 它這個殼就會裂開 那裂開來講的話 這個茶籽一顆一顆就跑出來了 那跑出來之後呢 還是要經過三到五天的曬乾 曬乾了之後呢 就是一顆一顆這樣有沒有 可是因為可包著 我們也不曉得說 它到底乾度有沒有均勻 對 裡面的原料有沒有新鮮 其實農產品有沒有 難免都會有一些 有派去的 是 有細菇的 所以好的茶油 一定要把這個殼 兩道殼統統都拿掉 聽說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層層把關的概念 對 今天捷衣現場也有帶來 對 我有帶來 這個是要怎麼樣層層把關 才算是很完整的呢 來 像剛剛這一朵 很像油桐花 對 這個很像油桐花 非常像油桐花 油桐花 這個就是這個大果的茶籽 它曬乾了之後裂開有沒有 裂開 對 然後這是它裡面的種子 那你曬到 裡面的種子 這個是大果吧 這是大果 來 我給你看一個小果 有沒有 大小差很多 差很多對不對 對 那好的茶油不是只有這樣喔 我們要把它的 那個這一道殼剝掉 還要再剝 還要再剝掉 來 我們把這一顆剝掉 是怎樣 要剝掉的原因是怎麼樣 剝掉的原因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 我們把它剝掉之後 來 這樣有漂亮嗎 有耶 這樣有沒有很漂亮 有 有 好 那養品你可以把它再剝開 是 你再把它 還要再剝 你再把它熬一半 再熬一半 對 你自己來 很硬對不對 對 為什麼會硬呢 其實它的水分都已經 控制到很低 這樣子做出來 油 才會新鮮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剝面圖 所以你是教大家看 我教大家看 怎麼樣分辨好的 好的新鮮的原料 是 來 你看這個剝開 這個果肉有沒有很均勻 有 對 好像那種 什麼核桃啊 葡萄那種東西 人家有說那些小微移豆 小微移豆 有有有有 那如果你發現這個茶子裡面 有壞掉的 有發霉的 有紅心的 這樣就是不新鮮 所以連這裡還要再剝開來看 對 都要觀察到這麼細微 是 這樣子才有辦法炸出一個好的茶油 所以這是要層層把關 要層層把關 而且不是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環 還有一環是炸油的過程 對 我們就是說使用的這個炸油的設備啊 不能太古老 對 就是那個設備不能太 像一般傳統我們看到 都是刷油漆的有沒有 是 不行 其實在 其實現在有很多市面上看得到 都是用那個 Standless白鐵級的 對 比較可以避免一些那個 其他污染 好 我們來看一下阿菇